熊孩子一家养鹅咬人 结果又把鹅给炖了 自从上次熊孩子一家吃我家鹅 熊孩子被他老爸揍过之后 总算安分了一段时间 直到有一天我回家 到家门口的时候发现地上一堆鹅屎 我还在那闷 明明我家鹅都被吃了 哪来的鹅屎 只见隔壁熊孩子推着个滑板车出来 后面赫然跟着一个大黑鹅 此刻我一脸猛逼 不知道隔壁这一家子为啥 也开始养起了鹅 后来我才知道 熊孩子自从见到我家鹅之后 跟他老妈闹了很久 也要养一只鹅 不知道是不是鹅随主人的缘故 他家的鹅也是一个奇葩的主 由于熊孩子六鹅从来不牵绳 大黑鹅就在小区四处拙人 有时还在电梯拉屎 无鹅不作 搞得小区乌烟瘴气 经常有人向物业投诉他家的鹅 可是也无济于事 物业遇到这样一家子不讲理的人 也无可奈何 我也是不堪其饶 因为他家的鹅经常在我家门口拉屎 不知道是熊孩子怂恿的缘故 还是大黑鹅本来就是这个德行 于是我来到他家敲门 不一会儿 熊爸熊妈就出来了 我开门见山地说道 你家大黑鹅拉屎拉的我家门口的 好几次了 你们要好好管管 谁知熊爸上来就开队 你哪只眼看到是我家鹅拉的 没有证据你不要乱说 小心我告你诽谤 我说小区除了你家没有人再养鹅了 不是他又是谁 熊爸满口小便 说就算是又能怎样 有本事让我也拉 我深知跟他讲不通道理 就转身回家了 有一天 我在小区里散步 刚好碰到熊孩子在遛鹅 熊孩子看到我 一阵怪笑 然后给大黑鹅指了个眼色 大黑鹅见状 朝我飞了过来 然后在半空中拉了一坨 直接落在我身上 我看着身上掉落的东西 差点没气炸 于是我转身追着鹅跑 势必要教训他一顿 就这样 大黑鹅在前面跑 我在后面追 一人一鹅 你追我赶 小区内不少人围观 大家无不对大黑鹅恨之入骨 只见此刻有个大哥 刚好从前面走来 大黑鹅以为大哥要来抓他 朝着那大哥哭了过去 那大哥也是吓了一大跳 反应过来后 一脚朝着大黑鹅踹了过去 然后就看到大黑鹅造飞了出去 落在地上挣扎了几下 就没了动静 熊孩子赶来看到大黑鹅死了 哭着跑回了家 熊爸知道了大黑鹅被人踹死 非闹着让我和那大哥赔钱 最终把警察也喊了过来 警察过来了解情况之后 再加上小区 没有人帮着熊孩子一家说话 最终事情也不了了之 熊孩子一家 也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 最后一家人含泪把大黑鹅给炖了